室外下著大雨 室內居然也出現瀑布 雖然才短短幾分鐘 不過已經釀成殺害 這全部這邊 四台就是都泡到水 所以我們要翻掉 有些那個水很脹 這邊這一台都很重 這個情況15號晚上6點多 就出現在高雄知名的 完美景點戰惡庫 原來當時戶外下著大雨 沒想到室內也跟著出現瀑布 雨水從冷氣的排水 回灌回來 包含保全跟親戚同仁 都在現場協助 那其實過往的降雨量 這也是第一次發生 排水不及的狀況 還好影響約半個小時 整理完就能恢復營運 而損失也會羅列後 向保險公司提出申請 不過其他地方 原來當時高雄市區 突然降下大雨 共有6個行政區 在晚間6點到7點 食雨量都超過50毫米 其中星星跟古山區 更是超過70毫米 因此除了鳳山建國路 積水半個輪胎 市區臨森路的餐廳差點進水 就連主幹道的中華路 跟中正交流道都有積水 影響車輛及行人通行 雖然雨室一個小時就停止 但已經讓週末前夕的下班時段 大家兵花馬亂 TVBS新聞徐克哲何宜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跟中華路 說到